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提到球员丁燕宇航、阿波都沙拉木,以及两个此前大NBA球员江宇星与刘明宇,将暂缓提交注册合同,丁燕宇航在此前与NBA独行家队签订了合同,他也将前往该队参加训练营以及季前赛,阿波都沙拉木则是此前与新疆队的新合同谈判并不顺利,另外已经有NBA球队愿意邀请他参加NBA季前赛训练营。 并希望他能征战发展联盟的比赛。江宇星与刘明宇则是目前仍然在代表NBL征战季后赛。等季后赛结束后他们将签订CBA合同。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谈一谈丁燕宇航。根据美国媒体ESPN的知名记者晚七月的报道,NBA胡人队已经正式向中国球员丁燕宇航发出邀请。 他们的管理曾希望以一份170万美元约和人民币1100万元的合同签下这位CBA联赛的MVP。 据悉,中国蓝协主席姚明曾与胡人队的总经理约翰逊进行过会谈。姚明与约翰逊对中国球员在NBA的发展之路展开了讨论。 而前不久,魔术师约翰逊就正式向丁燕宇航发出了邀请。不得不说,姚明为了中国篮球的发展,真的是做了很多时事。 上赛季,丁燕宇航场均能够贡献2-6,0分5.3篮板3.2助攻,最终再度当选常规赛。 MVP称号,今年夏天,丁燕宇航与独行侠队签署了一份合同,预计将会代表独行侠队出战季前赛。 北京时间体育频道,经典前腰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宇航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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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